N点检视中心是我们发射抗疫情选出来的一个比较可靠 质量比较检视水平比较爽入的 专门贴了使馆所安排的各大韩司回去的这个乘客 在这边做那个核酸和血清的双检 所以现在是标准很高 必须要三阴才能回去 就是要核酸晕也要那个血清的IGG和IG要全阴才能回去 那么我们这边现在每个礼拜有八个行班 大概有1800多个的乘客 需要在这里检测 对于核酸酸的这个检测和控制 应该说那个抗议委的这些同志们 应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很大的作用 帮助我们核对身份 对这些检测的控制进行一定的要求 无论是精准度啊 检测时间啊 检测的深度啊 这个要求 应该说结果是好的 实际上现在我们应该已经已经从12月份开始吧 一直没有没有没有被淹断了 应该说从国防的行班来看 我们认为是随着这个就是抗议者的这个介入 能够对我们带来的一定帮助 起码登记 然后到那里去 那这是条形吗 这边是和这边是神圣头四 这边是神圣头四 谢谢 然后这边做的观念就是彩样的 他们全部是华林和华林 都是这边出生长大的 不是年轻的 都是年轻的 是年轻的 志愿者 都是年轻 都是二十几到三十几这期间的 就显得就是让他们这个 很胖能力要比较强的 心体也比较健康的 因为毕竟这个工作是有一定的危险 是吧 你不能对他们考虑 我们是从11月1号 2020年11月1号开始的 这样子我们是每个礼拜一 礼拜三 礼拜六 礼拜天 都有航班 我们是核对乘客的身份 护照 护照核对乘客的身份 然后 然后核对 所以检测机构里面采样故事的手法 超过流程 这项面目虽然简直 但也很光荣 是 能为祖国所好国能 而是 能为大家